大家好 我是一名东北女孩 我叫金泽 今天来到 非你莫属的平台上 想寻求一份新媒体 管理 以及各位企业家 觉得我能胜任的工作 我坚信 我能做好我要做的事情 各位老板 舍我其谁 谢谢大家 好 欢迎你金泽 大蕊老师 你今天把谁给带来了 我的妈妈在哪里 欢迎金泽妈妈 欢迎您 阿姨 在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阿姨 您请坐 谢谢 简单地跟我们来 介绍一下您的女儿呗 我女儿呢 是一个乐观 积极向上 有正能量的女孩 还有别的要补充的吗 孝顺 好 我就喜欢孝顺的孩子 咱们先从你这个人经历说 你是16年的20年 就读沈阳药科大学的 中药学专业 但是我注意到 你的这个工作经历 有些少 对 第一端大家都能看到 我在幼儿园 为什么去幼儿园呢 对呀 这是我家里亲亲 开的一个幼儿园 然后呢 因为我是90后 我身上一定会有棱角 然后妈妈希望 我可以到那里去 学会耐心 然后抹一抹我的棱角 妈妈跟我说过 这样一句话 你到那里 如果你爱孩子 以后你就一定会 爱你的家庭 那你为什么 从幼儿园离职呢 干了才五个月的时间 因为是自己家的亲戚 所以我选择是 像一名志愿者一样 即使他给到我薪酬 我也没有要 是这样的 没要薪酬 对 那我想问问 你的第二份岗位 前台这个 是因为什么原因 去做的呢 我们自己的家乡 开了一个 算是五星的酒店吧 我看好了是福利待遇 但是你的离职原因 写的是无福利待遇 对 因为是新开的酒店 我们一同学习礼仪 学习话术 然后在此期间呢 领导就跟我谈过心 说我想要提拔你 为前厅经理 我也觉得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机会 也可以锻炼自己 但是呢 后期就是领导更换 福利待遇没有 所以我就选择下来 后面的这个英语助教 英语助教 妈妈说 还是我的妈妈说 你在出去之前 去陪陪你的老爷吧 因为我的老爷 今年已经91岁了 然后我就选择了一个 在老爷家附近 应聘了英语助教 陪老爷的同时 我自己希望可以充实一些 离职原因是个人原因 什么样的原因呢 就是我想要来到 菲尼莫属的舞台 其实我一直都想来 你刚才在叙述当中 反复提到了 妈妈说妈妈说妈妈说 在你的这个求职选择当中 妈妈扮演了一个 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觉得从我出生开始吧 我不知道其他的父母 是什么样的 但是我觉得我的妈妈 她虽然普通 但是对于我非常伟大 就可能每个孩子身上 都会有不足 就包括我也有很多不足 但她从小学的时候到现在 就是一直在起立 去弥补我身上的不足 所以她的鞭策 还有她的教育 一定是对我在人生的道路上 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非常感谢她 为什么提到妈妈声音 变得哽咽了 我跟妈妈的相处当中吧 会有个不愉快 但是当我仔细想的时候 我在一路上 所有的不愉快 其实都是妈妈的苦心 所以这种感受 就是从心底发出来的 感谢妈妈 对 不是感谢 是感恩妈妈 小竹竹 不要流泪 今天不是你的梦想吗 一直都想出来 是她爸爸不让她出来 为什么呢 她爸爸说 别出去了 一个女孩满身是铁 能钉几个钉啊 在家待二年 找个人嫁了算了 然后我说 你别听你爸的 我先顺从你爸的意愿 你先给人家待一年半宰的 你的老爷和你的奶奶 岁数都大了 假如你出去了 当你回来的时候 可能你的奶奶 已经早就不债了 这个我说 别给自己留遗憾 陪陪他们 挺实在的 她挺听话的 有的时候她在家待着待着 就说妈妈 你再不让我出去 我就要崩溃了 读完卷书应该走吧里路 我说这句话吧 我认同 我一定会让你出去的 她挺听话的 她按照我的意愿都做了很多 是啊 当然听话了 每一段经历都讲到 妈妈说妈妈说 金泽 是不是家人当中有不同意见 不希望你出去闯 你有点缺 其实我在毕业的时候 同龄人都选择到大城市来 然后就可能爸爸会有一些私心 因为我就是家里唯一的一名女儿 奶奶也瘫痪在床 爸爸说你先回到家里来 我的妈妈也觉得一个女孩子 你一定要学会很多道理 你这样出去大家才会放心 照顾奶奶那段时间 你都做了些什么 妈妈就要求我几点去 去到那里给奶奶洗澡 然后第二件事情 就是奶奶的手指甲和脚指甲 我负责 然后第三件事情是为奶奶饭 好孩子 真是好孩子 现在像你这个年纪 照顾老人的不多呀 我其实开始 我说实话我一定是抵触的 但是妈妈说过一句话 如果你的奶奶高兴 你的爸爸就开心 这也是你对父亲尽孝的一种方式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 所以问到这里的时候 我听得最多的是妈妈说 奶奶开心 爸爸高兴 所以我觉得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你优先是考虑自己的想法 还是说我要想想这个问题 我妈妈怎么讲 我爸爸怎么想 我遇到每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是跟我的父母沟通 像朋友一样 你觉得你的重大决策 比如上学 实习 读书 很多重大决策上是你拿大主意 还是听妈妈的 说到这里 我跟妈妈非常共鸣 就是我们俩想到的事情 都是一个点上 所以就一派即合 静泽 我想问你一下 今天妈妈来 是你想让妈妈来 还是妈妈自己想来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简历上 工作经验不是很多 所以希望可以妈妈在台上 这样我自己也能安心一点 静泽 我刚才听到你的表述以后 我心里蛮沉重的 我觉得你是特别孝顺的孩子 特别有责任心 但是你心里承受太多的负累 你压抑着自己的愿望 像一个小鸟想飞起来 刚扑弄底下翅膀 然后又落下来 刚扑弄几下翅膀又落下来 我觉得你放弃了太多 自己的想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很多事情吧 百善 孝为先 父母的意愿 做儿女的 首先是要尊重的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孝呢 其实是 当然要孝顺了 但是呢 孝有多种方式 你是一个大人了 你要让自己成长起来 让自己坚定起来 你自己生活得好 你自己成长得好 家里才更安心 我跟你差不多 我一直在姥姥身边长大 姥姥期望说 你跟我旁边找个工作 然后找个对象 她要操心 把我安顿好了 她才放心 那个时候 我就纠结得不得了 最后我毅然决然地 去了离我家最远的地方 去了汕头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今天来到 《非你莫属》的舞台 就是我打算 要迈出这一步了 我的父母也是 全力支持的 我觉得我也没有 其他的报复了 是这样的 你真的要全力以赴了 要不然你都没有时间了 我真的是替你着急 加油吧 金泽我相信你会努力的 就是你刚才在讲 你的经历的时候 就是你的妈妈 跟我的妈妈非常相近 在我读大学的时候 父母为我找一份实义生 他俩产生争执 不让我走出去 然后我爸觉得那样不安全 所以我大学本科几年 没有实习岗位经验 但是呢 当我自己一个人背着包 要来到北京的时候 那一刻才是自由飞翔的时候 那个是家人还是反对 所以当反对 你又坚持的时候 你一定要锁定一个目标 要坚持往下去做 这个是最重要的 不要把所有原因 都放到家庭上去 好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展示 你自己能力的时候 好的 谢谢 既然你说从小到大 妈妈的建议对你比较重要 那么你个人才能方面 妈妈给过你什么样 有意义的建议和鼓励吗 我接触舞蹈啊 还是接触其他的事情 都是我爱好 可能是妈妈胎教好 对 妈妈胎教的时候 听了好多音乐 妈妈胎教 这胎教真的好神奇啊 他是可以讲段子的 聊出了一个更幽默的点 你有什么才艺吗 我会一点点小小的才艺 然后如果我有幸 进入第二轮环节的话 我也希望表演一下 给大家缓解一些气氛 好 我们等第二轮 那接下来我想顺着 刚才企业家们的一个 小小的疑惑来问了 那你今天为什么父母 又同意你出来打拼了呢 为什么父母同意 因为说到这里我比较惭愧 我想协助父母 给家里换一个 大一点评书的房子 因为我的同学 已经在大城市 挣好几年的大工资了 我跟他们相比 我比较惭愧 我比较逊色 就是这样 还是一个很孝顺的 孩子 妈妈平时对你管教多吗 严吗 管教严吗 很多细节她都会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我们早晨起床的时候 就非常慌乱 然后如果不迭背 是不允许的 她会把它拍成图片 然后有一天她拿这图片说 你看 这个证据是绝对不允许的 比如说我拿这个东西 没有放回原位 如果你这样 你就是一个邋遢的行为 妈妈是不是有点强迫症啊 她没有强迫症 她就觉得一个女孩子 那你觉得呢 应该足以细节 你觉得呢 为什么说一个女孩子 要是男孩子 就不是这样管吗 因为以后女孩子是要成家的 那为什么男孩子 要花钱娶你进入这个家庭呢 是你一定要掌握这个家庭 我觉得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但是并不是男孩子 表达特好 但是并不是男孩子花钱娶你 进入这个家庭 是我希望未来你能够找到一个 真心珍惜你 爱你的一个男生 愿意照顾你的人 共同组建一个家庭 两个人一起奋斗 取得更好的幸福 那可能是更好的那个未来 好不好 对这个我也同意 但可能也是我性格一方面的原因 她觉得这样会对我以后也会好 我刚才问你你都没理我 我刚才问了她三次都没理我 我说你自己觉得呢 她妈说觉得乱 你自己觉得呢 就是你觉得乱不乱 我会这样 如果是乱的话 我会一周进行整理 但是呢 我也是接受不了这种状态 对 金泽 我其实说实话 视作教导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我感觉你的家庭的教导 有点过多了 因为我感觉到 你刚才有个细节 在台上的时候 你不管回答什么问题 特别喜欢去看妈妈 就是好像你的所有回答 你都会关注她的感受 对 杨荣 你说得特别对 刚才我跟那个小叶 也谈到这个问题 就为什么刚才小叶问 你认为是什么 因为我们特别想知道 在这个问题上 你的主见是什么 而不是说 我谁谁谁说我才怎么样 听妈妈话是对的 但是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呢 你要有自己的态度 其实我现在身上 所有的闪光点 我觉得是父母培养我的 所以我没有理由 不去看向妈妈 因为我觉得她值得 有这个知情权 和有决定权 我需要去跟她沟通 因为她就是我的父母 我在长大 她在变老 你见我们有点害怕 说实话 因为你求指你带着妈妈 所有感受 你得关注她的感受 然后在决策 我们跟你沟通成本 有点害怕 我要为妈妈说一句话 因为妈妈学财务的 你知道财务的人 她是很严谨的 可能她会更希望 让孩子在细节上去完善 我的妈妈也是一个财务 她是有一些要求的 所以我是理解的 我相信她跟妈妈 这种依恋关系 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 但是总有一天 你要自己面对这个世界 所以学着 看到自己那个想法 其实也挺重要的 你可以先做 妈妈会给你支持的 我相信 所以今天我来了 特别棒 好 找的是新媒体 和管理类的岗位 是吧 因为我觉得新媒体 在未来是大趋势 所以我想要迈进这个门槛 你的期望薪酬是多少 就因为我就像一个职场小白一样 5K家 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首选北京 来 请十二位企业家做选择 好 还剩六盏灯 接下来进入到天生我有才 好 别把那屁学压 来 那么还有你会吗 来 对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小的时候我的梦想是想当一名医生 你想当医生 因为我的家族里对亲戚有医院 然后也有基础这方面 其实你这学的中药学 要是做药剂师的话 这个行业现在就特别抢手 我真心地劝你一句 好 我上学的时候也是很多爱好 但是我到现在为止 我都56岁了 干了31年的眼科医生 既然你已经做了药学 我是觉得如果有可能的话 一生做个中药师也非常好 真的 像你说的 新媒体 国外理育营 这个大把的人 你很难成为他的顶尖人才 而你作为中药师 可以做得很好 叶子龙的这番话 我是比较赞同的 因为你看 你要做的这个岗位 可能你要去匹配这样的岗位 会有一些吃力 这是一个客观现实 今天来到菲尼 如果你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得到你心仪的岗位 这是好事 如果没有 我希望你能够考虑一下 叶子龙的建议 金泽 你看你报了一个 新媒体的岗位 对不对 对 新媒体呢 现在有没有新媒体的账号 自己在运营 有什么样能展示出 给我们看的 做了一些准备 十分抱歉 我可能说出来 你们觉得 这是90号码 就我没有新浪微博 也没有其他的账号 抖音你有吗 我有抖音的账号 那你自己有发过视频吗 就是有记录 我平时舞蹈的视频 其实我觉得 就是像叶院长 是特别稀才的 因为你有专业功底 你要是把这个 直接放弃了 我刚才看了 你的新媒体号 我们会说 人想去靠兴趣 做一件事 你得研究 坦白说 你得研究 还没我女儿垂直呢 对 我女儿才七岁多 但是绕回来 我并不是说否定你 我觉得你既然如果讲了 当医生是你的梦想 那梦想比兴趣更厉害了 所以你想清楚了 你的方向是放弃 还是要转向新媒体 我看了一下金泽 你这个账号 还是比较趋向于玩的 对 我就是记录一下 平时的生活 所以我想问你 你在新媒体方面 你有什么知识储备吗 不管是新媒体 电商主播也好 我首先我是有一点点 小小的才艺 所以我就希望 可以迈进这个门槛 新媒体你刚才说主播是吗 对 就是新媒体 那你在管理方面 有什么知识储备吗 我感觉我身上 是有一定的感召力 这是别人给我的评价 在学校的时候 我带过两届 约百人的拉拉潮 然后就包括 在酒店的前台也一样 领导直接就找我谈 我希望能提拔你 当前厅经理 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 就是骨子里的东西 但是金泽我不得不说一句 于林问了个好问题 你过往做的这些呢 只能证明你做过 明白 但是你能不能胜任 企业的管理岗 我觉得我个人 现在也打上一个 大大的问号 我觉得他显然是不行的 显然是胜任不行的 但是他刚才说到了 新媒体主播 你会这么多乐器 我倒觉得 你要做一个主播 能够和企业的产品结合 这个倒是 不行 不可以吗 我当然 杨云老师为什么摇头呢 因为首先这姑娘 她对于新媒体 没看出她的热情 她只是因为这是个趋势 垂直地只做新媒体 你没有功底 打你的乐器 那个也不行 明白 那个金泽我挺着急 我会觉得就职场上 遇到这样的妈宝女 其实没有很多自己思考 既然是心爱的 要学 你学了这么多年 然后你又喜欢她 此刻为什么不选她 因为首先 就任何一个专业 我没有去切身 去实践她 不管我做哪一个行业 如果我换个角度 问新媒体和做药 这两件事情 你更喜欢什么 我今天的意向企业 写到的是新媒体 那我就会从这个地方 实际去知道 选择新媒体的最主要理由 是什么 我开朗 我可以面对镜头 但是金泽 你知道吗 你让我问我 因为我是觉得 这些问题 小孩子很多都会面对 说新媒体是个 未来的趋势 所以我要跟趋势 而这种趋势和她 真正可能跑得 更久的专业之间 在这时候 需要帮她捋一个思路 所以我想问你 新媒体选择 她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我开了 所以我就要试一把 还是什么 其实新媒体 在我毕业的时候 我就有想到过 我也是看到 她未来是有发展的 所以我要进入 这个门槛 那这个门槛 不管我做每个行业 首先人没有生而知之 所以我今天必须清醒地告诉你 从新媒体 你是那个零 做药 可能你已经贴开了那个一 一后面是多少 因为你毕竟学了 这样的本科的专业 你一直在说 我喜欢 为什么没选 因为有的时候 在成长的道路上 我自己也会发现 我擅长什么 我适合什么 但是金泽 我觉得客观讲 说实话 我真的有点忍不了了 真的 你的问题真的太大了 你现在其实你选 你想做新媒体 如果你真的热爱 你喜欢的话 你可能都已经带了作品 或者是你的成绩来给我们看了 这期你没有表现出 新媒体的热爱和执行力 另外 你以前所有的经历 这些工作 基本上等于 你没有做过什么 因为你现在找的工作 其实没有任何积累 所以你既然要重新梳理一下 你要想清楚 今天你来到这儿 到底你要找什么样的工作 是可以的 这个姑娘 我们讲到职场的第二趴 25岁的姑娘 站在舞台上 还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然后呢 我也不知道从哪个维度来评价 我如何去选择一个职场 站在这里 还像一个刚刚毕业的孩子一样 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对 贾总 您可以把他 我的建议啊 我觉得 有港给港 没港 这是人家的选择 他就选择 说我大学毕业之后 我休三年 他本身也说了 他没有经验 没有今天这件事 我觉得我们不能去说 人家对或者错 只能说 以你现在的经验 是不是跟我的岗位匹配 没有没有 我觉得这个是要当电视节目 我们必须要告诉孩子们 你此刻是一个成人 在这个职场上面 当我们从临出发的时候 我如何去选择职场 迈出的那第一步 他不能是弧度的 谁的青春不迷惘 都弧度就弧度吧 小姐姐不要这么温暖 她真的需要这样的提醒 然后我真的是 特别同意贾总 首先第一啊 我看不到你是谁 我看不到你是什么样的 我也不知道你有什么技能 我们可能有点着急了啊 我不同意贾总的观点 在第一个环节 选择之前我就说了 可能是妈妈的职业的问题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 严格的要求 这并不是妈宝女 她整个表现出来 她是比较孝顺而已 没有说妈宝女 我认为我这里有岗 可以有一个晋升 可以做到副主管 而且是数字化的这个方向 品牌也好 营销也好 公关也好 我是给你机会的 余妮我觉得你这样是 随便报告暖子 你是不负责任的 我非常负责任 你先听我讲完 我觉得现在金泽的问题 是她面向方向 我们说两个方向 新媒体和这个管理港 当下都不是你的正确选择 你要是接着舞台找到工作 你只有两个方向 可能还有机会 一个是你的专业 另外你从事过的工作 比如助教 比如说像前台队的工作 可能你做过 你往这个方向去靠一靠 杨勇你学什么专业的 我学国际营销呀 那你为什么做投资人 我以前做是营销呀 对啊 那你现在为什么变投资人 你为什么不自食而出 然后再做一款业务 然后再做投资呀 我想为金泽说几句啊 这姑娘有几个素养 大家可以看一看 比如说第一是 她有服务意识 她至少在服务行业待过 而且料理过老人 并且有这个要学专业 第二个呢 她的形象气质不错 如果说有类似于 跟她能力匹配的行政呀 或者一些运营助理呀 那能行就有岗 第三个 她的薪酬定位又很精准 五千家嘛 又不是说过高的标准 如果愿意培养一个 愿意有态度的人 你那就可以去晾岗 所以我说 还是把她当作一个 应届生来对待吧 她确实没有原来的经验 怎么样 听了这一圈 晕吗 不晕 因为我说过了 我是一个职场小白 我非常感谢各位老板 对我的质疑以及建议 因为这就是我人生当中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然后我绝对不是一个 妈宝女 因为我尊崇的意识呢 就是父母培养了我 所以我必须得 让父母有知情权和决定权 因为我就是一张白纸 他们给到我什么 我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就是这样简单 然后无论我到哪个企业 无论我到哪个岗位 我都一定会脚踏实地 因为我坚信 我的学习能力和我的素质 我也想提醒我们 刘登的各位企业家 还是那句话 如果大家认可她 愿意带她 教她 相信她能做好 就给她一次机会 不过 在你们做选择之前 我们还要再来考察一个维度 那就是职场情商 来 看职场情商课 你的新领导 让你写一个报告 你按时完成了 但是他就找别人修改了 那位同事把修改过的报告 发给你了 还告诉你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么你会如何反应 首先在工作当中 大家是一个团队 那目的都是为了把工作做到极致 那一定是我的报告当中 还有不足 所以接下来我就取其精华 取其招博 下一次把更完美的报告 呈现给我的领导就可以了 春雨老师 刚才看您在点头 答得怎么样 就我已经预料到这个答案了 因为他所有的表现 他所有的心态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尊重和服从 所以在职场中 遇到这样的问题 他的答案也说得很好了 就是我把一切给我的反馈 都当成给我最好的养料 那么我们就来请各位 刘登的企业家做选择 谢谢大家 祝贺你金泽 成功进入到了最后的 谈前补上感情 在各位企业家亮题板之前 我有个提议 阿姨您要不要 接下来到台上来 帮助金泽来选择一下 谢谢主持人 不用了 不用 他自己选吧 自己选 好嘞 给妈妈点赞 感谢妈妈在最后时刻的 这一次放手 对 我觉得真的是好妈妈 因为家长最需要学的是 如何从孩子的生命中 得体地退出 我觉得妈妈真的是 伟大又正确的好妈妈 来 先从于林开始 金泽是这样的 就是我给你的这个岗位 就是执行的助理 符合你的要求 然后在舞台上 让我感觉到你非常孝顺 活泼 有很多潜力 我相信给你一个舞台 你应该会施展得很好 我们是做数字化的 在北京 五千给你的待遇 所以我们把来到俱乐部呢 是一家篮球方面的 这样一家体育公司 因为我看到你也有相关的 这个热爱健身 这样的爱好 所以我相信你对健康行业 应该是很喜欢的 所以我们给你一个 这个行政助理的岗位 因为刚刚是亚运老师 给了一个提示 我觉得你可以从这个岗位开始 然后了解业务 然后慢慢地找到适合你的岗位 大鱼是四千家 我们是按照应届毕业生给的 因为你没有经验 但是呢 我们在北京呢 可以提供住宿 好 谢谢 要说还是小叶啊 这个临场反应是最快的 一会儿再告诉你 为什么夸你啊 来 陈芳 我特别认可你这个人 我觉得你的态度 然后你的孝顺 而且你的表达能力都非常好 落落大方 我给你提供的岗位是销售助理 协助我们的销售总监 去做他的销售管理 包括一些新媒体的 号的运营 但是可能是综合的 我觉得你未来有很多的可输性 工资是五千家 在北京 金泽 也不难选 灭掉一盏灯 请你出发 我们可以快点走吗 可以 选择也是一种能力 我非常感谢您给我留的 真的谢谢您 好的 我们有请陈鹏和于林 走上竞价台 我为什么刚才夸你呢 其实他的特质 你的这个岗位 其实是蛮适合他的 是 而且我觉得他可能不知道 在北京住这家是多少钱 我没有听到 我没有听到 他说给我提供租数 其实 真的 我写都写出来了 其实这个姑娘提得不错 本身的素质非常好 需要你明白人带你 特别适合小燕写带你 是最合适的 真的 没事 这两个也不错 对 因为我没有听到租数 这个我实话实说 我真的没有听到 没关系 这就是人生 错过了就错过了 接受这个现实 从这开始出发 来 我们先从陈鹏开始 我给你提供岗位 是销售助理 5000家 提供住宿吗 不提供住宿 有提成 有提成 好 谢谢您 金泽 你可以问他一个问题 我最想问的问题就是 公司的福利大于 以及我未来的发展前景 公司现在是正常的福利 无限一金 好 然后先从销售助理开始 我们卖卖可能到销售经理 有很多的可能性 其实我刚才早写完了 我就是在等这个彭彭总 看他到底写多少钱 不管他加多少 我都在他基础上加一千块钱 对 谢谢您 因为我们大龄天地 是做数字化的 我给你的是新媒体的 这个岗位 又符合你的预期 而且有晋升通路 我们现在就缺一个副主管 如果你能做到副主管 还可以加奖金 项目的绩效奖金 所以我感觉管理 你也可以去尝试 然后新媒体也可以尝试 谢谢您 好 金泽给你几秒钟的时间考虑 现在开始计时 来 告诉我们 我的选择是大龄天地 好 祝贺榆林 也祝贺金泽 感谢陈鹏 谢谢您 阿姨 到台上来 非常感谢您给我留灯 真的非常感谢 对 阿姨 这样的一个结果 您满意吗 还满意吧 女儿最后的选择 和您的想法一致吗 最后我也同意 刚开始的时候 小哲哲说 妈 如果要是给我机会了 我一定选择公知最高的 也符合她最开始 跟我们讲过的这个原因 阿姨 也感谢您 在最后时刻选择放手 让小哲哲自己去选择 但是接下来我想说两句 作为家长 我们对生一定会一片光明的 感谢您二位来到《非你莫属》 牵着妈妈的手 再见 拜拜 然后最后给大家 敬个颂 谢谢 谢谢 谢谢